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亚洲市场当中呢其实是偏弱的 因为日本股市昨天其实开盘是上涨的 对好所以呢台北股市昨天呢下跌了171点 收盘指数是21678点跌幅0.78% 成交金额是3372亿元 OTC的部分呢下跌了2.08点 收盘指数是263点跌幅0.78% 难道我们是跑在美股之前吗 联准会的降息两码之前吗 又或者也可能跟离包那样的爆炸案 然后牵涉到台湾的厂商 也有可能是这个因素啦 但是好我们最重要的当中就联准会开牌了 降两码 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呢 其实用FedWatch来看 利益期货市场85%认为是降一码 突然突然之间礼拜五翻盘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 你就看到降两码的几率突然快速的往上升 我认为真的有人早知道 我真的认为有人释放了讯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联准会降两码这件事情很不寻常 因为2008年之后 它就没有 除了COVID-19之间 它就没有一次降两码了耶 到底怎么了 那昨天当然联准会的F&C会议得到了结论 就是启动了降息循环 那降息的第一次降息降两码 这在历史当中是不太常见到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举措 在盘中一度是基地 美股大涨 美股的走势是有拉抬的状态 但是在尾盘 其实美国主要指数基本上都下跌 那除了罗素两仙小幅的收红之外的话 其实包含了像纳斯达克 包含像是道琼、S&P500 原则上来看的话都是小跌的状态 那盘中的剧烈震荡 特别是尾盘的剧烈震荡 那其实反映的是 投资人仍然在消化这个举措背后的意涵 那从同一时间呢 其实各位如果观察时间序的话 可以发现美股的情绪开始转向 比较负向的反映的时候 是在鲍尔他在汇游记者会当中的谈话 那其实他在汇游记者会当中谈了很多 他讲了很多 那待会跟大家做一一的解析 那先就statement 就是汇游声明来看 那当然结论就是降息两码 然后到4.75%到5%之间的区间 那当中有做了一些论述的调整 其实论述调整就是回应了货币政策的改变 第一个相较于7月份 也就一个半月前来说的话 他删去了过去一年通膨有所放缓 但仍然相对高 那在通膨降到2%更有信心之前的话 不适合去调降目标区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改成是通膨潮降2%的目标持续的去迈进 那虽然仍然高于目标 但是委员会对于通膨持续朝向2%的信心有所增强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论述 其实就是为他们做降息的举措 做出了一个背景的一个调整 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 实现就业跟目标的风险 取向的平衡 那改成了就是这两者的风险 目前来看是大致平衡 那同一时间就是加入了一句话就是 坚定的承诺支持充分就业 虽然现在其实联准会是充分就业 但是他在会后的声明当中的话 强调了他们接下来的政策重点 就是要继续的去支持 去努力的维持目前的充分就业的环境 老实说也意味着其实联准会 有担心美国的就业市场 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那同一时间来说的话就是 对于整体的经济的描述 这一次的会后声明是说 经济活动继续的是 呈现稳步扩张的态势 那就业的增长放缓 然后10月上升 但是仍然保持在相对低点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目前的经济没有问题 至少就联续会的观点 目前经济还是OK的 但是有一些就业放缓的征兆跟趋势开始发生 所以这也是促使他们做货币政策转向的一个主要理由 但是做出这么剧烈的货币政策调整 老实说从历史的经济来说的话是蛮意外的 尤其是你现在经济说没有问题 你既然告诉我们经济没有问题 为什么突然之间变降量 从过往今天来看的话 所谓预防性的降息通常就是降半码或硬码 当作开端 那你的这一次的开端是一次就降量 当然会让市场对于后续的一个经济的强度 会有一些的担忧出现 那这是昨天盘中震荡的一个理由之一 那但另外其实我认为昨天尾盘 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股市的回挫 主要还是来自于说 鲍尔在会后记者会当中的谈话 然后他在会后记者会谈了很多东西 但进入这个阶段之前 我们还是先帮大家recap一下 就是昨天在会后声明当中 也有针对经济的前景做出一些的更新 经济预期的更新 包含像利率GDP市业率 以及核心的PCE通膨数据 其实都有做一些的更新 那当然市场的重点还是放在利率之上 那目前人员会的官员认为说 到年底的利率大概会在4.4%左右 相较于三个月之前的5.1% 基本上是很明显下调 大概下调两码左右 那也意味着在年底前 大概会有再降息两码到三码的可能性存在 也就是11月12月应该理论上来说还是会继续降息的 然后但是可能各降息一码 降息一码 顶多其中有一次降两码 而不是再降两码两码的这种降法 那到2025年呢则是会降到3.4% 也就是说相较于今年底的4.4% 大概在降100个基本点 那长期利率水准的部分的话 它又略有上调 从原先三月之前预估是2.8% 然后是小幅上调到2.9% 那这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降息的终点的一个看法 那也大概从这一次降息之前是5.25到5.5这个区间 大致上降到将近3% 也就是大致上而言的话就是降250个基本点左右 那原则上来说的话 其实这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降息幅度 就是以现在这一次降两码就降0.5个百分点 那么到年底之前如果是再降两码的话 那就是再降0.5个百分点 然后明年降四码再降一个百分点 然后接着到2026年估计再降两码的话 降0.5个百分点 所以等于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6年底 估计还要再降两个百分点 那最终的利率应该是3.75到4之间 基本上来说的话 其实也还蛮高的 其实还蛮高 这也是回应了就是鲍尔在汇游记者会当中的谈话 那因为鲍尔在汇游记者当中谈话有个重点 就是说他认为中性利率会明显高过 呃 Covid-19之前 嗯 就疫情之前 那呃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也意味着其实就是这一次的降临循环啦 虽然这一个开端是很积极的 一次降两码 但是它的终点 不会像过去的降临循环是降的非常的显著 那当然背后有它的背景因素存在 第一个就是长移通膨可能不再像过去我们所习惯这么低的水准 嗯 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至少到目前呢 哦并没有看到经济衰退的 呃深度衰退的一个呃潜在的状态 所以联准会并不打算在这次降临循环一次就 或是说积极的把利率降到相当低的水准了 嗯 那也意味着就是长期 就是在金融海啸之后大家所习惯的 极低利率环境 期聚于零的利率环境 应该在这次的循环之后不会出现 嗯 哦那这是一个大框架的一个 一个利率框架 所以才会说长期利率可能会到百分之二点九 是是是 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 就GDP的一个预期来看的话 其实算是保持稳定了 哦那 呃今年跟明年的GDP 目前联准会的估计都是百分之二 其实就是符合长期的水位 那呃今年是比呃三个月之前略降0.1啊 三个月之前是2.1 那预期今年去呃 到目前的呃更新后的的预期是百分之二 那16率的部分的话呃上升的呃趋势就比呃 呃上升的呃上升的呃趋势就呃上升的预期 呃其实是比较显著的 然后从三个月之前百分之四 上调到百分之四 那明年部分的话维持在百分之四点四 但明年原先预期百分之四点二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联准会的确是有担心呃 呃失业率扬升的一个 或是失业率稳定走升的一个态势出现 嗯 那呃呃 额核心的呃通膨部分的话 呃则是呃从上一次的预期百分之 今年底是百分之二点八降到百分之二点六 那明年的话是降到百分之二点二 呃原先对明年预期百分之二点三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呃这样的一个均据预期 就是呃形述了他们有条件去降息的主要理由 嗯那呃当然啦这些都是我认为这些都会随着呃数据的改变做呃经济预期的调整 嗯那所以基本上来说可以把它看成联准会目前在观察 美国经济形势的一个看法但是不要把它定死 好所以呃我们刚看到说以美股来说啊在宣布这个降两码之后 其实市场是以利多解读解读的所以都是上涨的 但是呢鲍尔的记者会呢让市场开始出现了负面情绪 你认为鲍尔的谈话当中让市场出现负面情绪的主要就是那个中性利率这句话吗 其实有两个啦一个是中性利率是上升的 嗯第二个来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在呃中就是他在论述的中间的时候 其实反复的强调一件事就是未来的降息哦不是说哦这一次降两码就代表是未来降息的步伐就是这样嗯就是一个积极的降息 而是说哦还是按照数据的走向然后去做下一次的决定所以每一次开会都是一个独立事件 这跟欧洲央行那时候降息之后的说法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是 所以每一次会议之前看数据才能觉得是是那他有点出几个情境 第一个来说的话就是呃如果呃通膨的下降的趋势呃没有这么显著 就是通膨虽然在降但是降的速度不够快或者是甚至停下脚步 那他们也会放缓他的降息的步伐嗯那反之如果失业的状态恶化的话 他们也会做出回应也就是会加速的降息嗯那降息有可能放缓有可能加速甚至是暂停嗯那这样的一个呃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其实反而是造成市场相当的困阔相当confused那也对未来的一个利率前景哦造成了一些呃杂音出现啊 所以基本上在他的谈话之后哦特别是在再次的强调就是他们的未来的一个降息的步伐 其实是按照数据他们并没有心中设定的一个一个路径的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债券市场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好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在我们现场的是康的头顾总经理黄奕婷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这一次呢一口气降息两码这件事情对市场来讲当然也是一种意外好那股市先是上涨的但后来呢又转为下跌最后小幅度的翻黑可是美股盘后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期货盘目前是上涨的 所以说市场对于到底这件事情对于股市是好是坏还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情绪跟看法但是呢在鲍尔的记者会上面刚刚一庭特别跟大家分析在在债券市场因为鲍尔不断的强调这一次的降息速度不等于未来的降息速度所以每一次会议都必须要看数据才能决定不等于未来一定会降两码每一次都降两码那我不是 甚至于他还把这个中性利率拉高这件事情特别去强调他所以终点利率绝对不会低于2019年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而这个讯号一释放出来之后降两码理论上来讲债券市场应该是要涨然后殖利率要往下跌结果情况是刚好相反债券殖利率往上升然后债券价格往下跌如何解读其实这几天其实如果观察时间美国应该殖利率的话已经 谈生了大概20个基本点左右对老实说其实反应是相对是剧烈的状态特别是昨天其实昨天盘中跟收盘大概就差了5到10个基本点左右那当然债券市场就 当然在初次降息之前其实都会有一些预期心态预期心态就已经充分反映在之前一度是3.5%左右的一个水准那现在反弹到3.7%之后当然他会反映几件事第一个就是 对于之后可能连人会不是抱持着每一次都一定会降甚至是每一次都一定会降一码甚至以上的一个这种步伐去除了一个反应 所以我们在盘中的时候看到接近尾盘的时候其实美国公在殖利率是明显拉升的状态 那反应在两年期也是如此基本上走势是如出一策 那这都跟巴尔的谈话有关吗 是在搭配就是今天开盘之后其实金价是明显回错了 那美元也是反弹 美元指数是从原来的大概100左右其实已经反弹到101之上 现在美元对日元已经来到了142.67对于日元了 所以对于美元了142.67日元对于美元 所以日元贬值 然后那么美元升值的速度是很快的 是 其实这都反映了就是还是市场对于连人会的后续的动向老实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见 就没有一个共识 就因为他并不知道说接下来连人会会抱持怎么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走向 其实这对于市场来说的话反而不好 虽然说降息发生 确认说不再是升息的循环 但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算降了 就算降了50个基本点 其实还是在限制性利率之上 之中 还是在限制性利率的一个条件的状态之下 那保持这样的利率水准 还是会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 所以基本上他并不是降一次经济就要开始转为猛暴性的上升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运行 而且货币政策本来就有滞后性 他不是说现在降息马上经济就会反应 当然后续的一个降息步伐 就会是接下来影响情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 但鲍尔在汇佑记者会谈话 其实并没有给出很明确的指引 其实他是一个模拟难可的状态 就是可快可慢甚至可以暂停 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是金融市场所不喜欢的状况 所以昨天的下半盘 不管是股市债市乃至于会市甚至是收盘之后的贵金属 其实都是反映出这种更大的不确定性 老实说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货币政策的手法 其实是会让市场感到困惑 好这个是一个 好那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就要来看基本面的部分 因为科技股其实是带动这一波美股上涨的最重要的原因 也认为经济繁荣其实跟科技股的上涨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黄仁勋的喊话影响也蛮大的 但是黄仁勋喊话然后让这个NVIDIA的股价涨了一波之后 最近又跌下来了 所以到底科技的前景 其实这也牵涉到基本面的部分 怎么看 其实基本上黄仁勋谈话还是可以确认一件事 就是这大型的科技公司还是在做AI的军备竞赛 因为他强调的是他的GP200需求是非常非常强 他现在担心的是没法准时交货 或是大家都要抢第一个交货 或是交最大的拿到最大的量 那证实的就是AI的军备竞赛还是在进行当中 但是其实市场目前的焦点开始转向 其实在7月中旬之后 其实这种焦点就开始转向了 就是大家对于AI的投资其实还是很热情 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市场参与者也知道 这也都反映在AI概念股的股价之上 但后续大家看的就是 什么时候这些投资才可以回收 那第一 基本上市场就会关心两家公司了 第一个是苹果 第二个是特斯拉的Robot X 什么时候能够顺利推出 因为这两者都就是 都跟AI的终端应用 是 所以Apple Intelligence 什么时候推出来 那推出来之后市场能不能认同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内容 那或是什么时候才会让消费者更接受 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 乃至于愿意花钱去享有这样的一个消费 那这样的一个进程 其实才是下一阶段市场想要看到的 那目前来说还是不确定 因为Apple虽然iPhone16上市 但是它的Apple Intelligence 第一版还没有推出 所以大家还没有看到说 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我相信第一版推出的时候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量出现 因为它应该还是在一个测试阶段 或是测试 在之后再做调整的一个阶段 所以基本上它真正要让市场能够相信 AI是未来的一个创造利润的因子之一 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就会是一个情绪相对比较低迷的状态 那科技股的一个情绪 市场重新的去认同它 或是去相信AI会带来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就必须看到更多的服务被推出来 被推出市场之上 但就AI的发展进程来说 老实说还是在它的相当的步伐之上 那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群序转折 这是一个等待 什么时候可以从投资变成回收的一个阶段 但就趋势而言的话 应该这个投资的趋势 还是可以继续被关注的 那是一个大框架 但是在现在这种情绪的转折期 老实说就会变成说科技股 不再是目前的一个推升股价指数上涨的重点 它就会成为震荡波动的来源 反而不会是一路上涨 要等到更加确定那个方向才能够出现 是不是 其实各位可以看从8月或是7月中旬以来 每股的结构 其实相较于今年的1到6月 其实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就是说1到1 基本上就科技股独强 甚至是其他巨头独强 其他都是相对暗淡 但是进入7月之后 特别财报季公布之后 其实整个情绪就出现相当明显的转折 那这一波像S&P500 基本上昨年收盘价就是在历史高点的附近 但是呢可以看观察到就是像纳斯达克 或者是像备办 其实他们离高点都有相当距离 但稻穷却是在放高的过程当中 已经创新高 甚至是小型股的涨智都比大型科技股来得强 这基本上就是一种所谓的风格转换 因为美国的市场够diversified 所以当大家认为说AI有杂音科技股 质疑它什么时候投资能回收的过程当中 它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 其实这一波美股的夺头还没有结束 因为市场还是在早相对被低估 相对可能降息的环境之下更受惠 甚至乃至于说经济软着陆的过程当中 哪一些的类股群相对更值得被投资 所以基本上它虽然不确定性因素非常的多 可是市场上面现在资金汹涌 然后资金那么不断在找标的的情势 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重点还是放在风格转换 就是不再是以科技股领导 反而是这些落后的 然后已经有机会在降息的过程当中 然后让它喘口气 甚至于恢复它的这个获利力道的 这一些中小型股反而机会大一点点 是是所以接下来基本上已经展开降与循环 那所以降与循环之下 会有一些类股族群会相对得到帮助 例如像是小型股 如果是软着陆情境 那再搭配降息 那小型股得到的帮助会是相对大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接下来就是一个软着陆经济放缓的过程 所以市场会是更青睐一些 至少在中期而言的话 相对起来会更青睐一些防御型的个股 OK 所以先以软着陆来看待它 中小型个股 机会稍微大一点 是是 要非常谢谢康尔头股总经理黄一天 也要非常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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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